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财经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要的新闻要为大家介绍 首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计划的幕后推手方兴海 卸任中国证券监管机构副主席 由李明接任肩负着整吞证券市场 和恢复投资者信心的重任 其次上海的房地产开发商市贸集团 成功争取到更多时间重组其债务 香港法院将案件延至8月12日 以便双方律师审查修订后的债务重组条款 最后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 宣布新政策将焦点从低价竞争转向支持商家 标志住持续多年的电商价格战即将结束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南密都务上海推斗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人物 庄星海已辞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职务 由前证监会稽查局局长李宁接替 方星海在5月已达60岁退休年龄 这次人事变动引发市场对北京股市改革的担忧 过去12个月内上阵综合指数下跌10亿 知情人士透露方星海的离职早有预期 但李宁的上任显示了中国领导层清理市场违规行为的决心 李宁被寄予厚望 期望他能重振股市信心 方星海曾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并在世界银行等多家机构工作 1998年他应周小川邀请回国 并在中国建设银行任职 方星海在2015年被提升为证监会副主席 并一直推动市场国际化和改革 包括建立国际版让国际巨头如汇丰控股 和可口可乐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里南密东欧上海世贸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获得了第二次宽限期以重组其债务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黄建堂裁定 市贸需在8月12日前与债权人达成还款协议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对市贸的清盘案 远定于6月26日审理 但被推迟 市贸在向香港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中表示 已修改债务重组条款 包括赎回和还款计划的变更 市贸的律师表示 需要更多时间让债权人审查修订后的条款 市贸自3月25日以来 一直在重组117亿美元的离岸债务 市贸并非唯一获得宽限期的开发商 广州的时代中国也在4月 由恒生银行提起的清盘诉讼中 获得了两周的宽限期 曾为中国最大开发商的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在周一的听证会上 获得了近6个月的债务重组宽限期 而加兆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则面临清盘风险 因其在两周后的关键听证会前 未能提供进展证据 Ninami Dou香港股市在周三早盘上涨 主要由该市最大银行汇丰控股带动 汇丰将在当天晚些时候公布财报 尽管如此 市场仍有可能连续第二个月入得亏损 因为数据显示中国7月制造业活动萎缩 恒生指数上涨0.7%至17% 116.7点从三个月低点反弹 科技指数上涨1% 而上阵综合指数上涨0 汇丰控股上涨1.2%至67.65港元 带动金融板块上涨 投资者期待其财报中的股票回购计划细节 恒生银行在财报发布前上涨0 8%至102.5港元 网易上涨1.3%至144.5港元 阿里巴巴上涨0.3%至76.45港元 Tatronik上涨4 2%至90%9.85港元 当天的涨幅帮助恒生指数 本月的亏损减少到3 而6月的跌幅为2% 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活动连续第三个月微缩 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从6月的49.5降至49.4 低于50的读数表明经济活动微缩 非制造业指数从上月的50.5降至50.2 低于市场预期的50 停动车制造商理想汽车上涨1.4%至74.6港元 比亚迪上涨0 7%至226.4港元 16.4港元 在亚洲其他市场日本日经2.25指数下跌0 9%韩国COSPI指数上涨0.2% 澳大利亚SNSX200指数上涨1.1% 香港酒店连锁运营商亚洲标准酒店集团 记录了其投资组合中的巨额亏损 包括由陷入困境的中国恒大集团发行的债券 这些公司目前正处于破产程序中 在其年度报告中 王立曾表示 公司已确认较大规模的预期信用损失ECL拨备 主要归因于香港法院对其投资组合中的 几家发行人发出的清盘令 报告中提到的5支债券中 恒大和佳元国际集团造成最大的ECL打击 恒大在今年1月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清盘 而佳元则在2023年5月被裁定清盘 由于这些投资损失 亚洲标准的净投资损失 在截至3月的财年中飙升至20令 6亿港元较去年同期的6.24亿港元大幅增加 尽管酒店业务从疫情影响中复苏 利润贡献增长4.6倍达到1.8亿港元 但投资损失使得公司的净亏损 从去年的2.13亿港元激增至22.5亿港元 南华早报报道 随着全球船队更新和鸿海危机导致的供应链中断 中国的船国出口在今年上半年达到了 自疫情以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的集装箱出口在今年6月同比增长了155% 出口价值增长了85.97% 在今年上半年 中国通过集装箱出口的总价值达到了68亿美元 同比增长71.67% 与此同时中国完成了9502万吨 货物运力的船舶建造 占全球总量的55% 中国还接到了5422万吨的新订单 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4 红海危机导致航程变长和闲置运力减少 增加了对船和型装箱的需求 全球船舶更新的需求和新的环保法规 也推动了这一趋势 自4月以来 全球航运价格因红海危机带来的供应链中断 持续上涨 中国的集装箱出口自4月以来已超过10亿美元 较上月增长了53.9% 雅虎美国报道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美洛尼在退出 一代一路倡议BRI后 誓言重新启动与中国的关系 美洛尼在上任后首次访问北京期间 与中国领导层进行了会谈 并签署了一项为期三年的行动计划 以建立和发展两国的伙伴关系 该计划旨在增加中小企业在造船航空航天 新能源和人工智能领域的互利合作 维洛尼希望缩小意大利在中国的投资 与中国在意大利的投资之间的差距 尽管退出了一代一路倡议 但与中国保持强劲的经济联系仍然是优先事项 维洛尼可能试图在满足意大利经济需求 与建立自己作为核心西方盟友的愿望之间取得平衡 他在最近的北约峰会上 警告了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存在带来的危险 外交官报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了提高 家庭可支配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 这一目标 这可能会带来经济和政治上的积极改革 历史上 家庭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例 一直是中国政治的隐形推手 1978年的经济改革使家庭可支配收入 从GDP的44%增加到1983年的62% 带来了更多的财富和自由 然而随着异孩政策的实施和1994年税收分层改革的影响 家庭收入比例再次下降 导致中国未能发展出足够强大的中产阶级 来对政府施加压力 近年来中国政府重新加强了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 导致政治倒退和经济过剩产能 提高家庭收入的改革 若能成功可能会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增强阶级 从而有助于缓和中美关系 但实现这一目标面临巨大挑战 南华早报报道 阿里巴巴正利用I技术取代传统卫星 将巴黎奥运会的精彩瞬间传送给全球数十亿观众 阿里巴巴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蔡崇信表示 这一历史性举措将改变全世界观看奥运会的方式 阿里云与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OBS合作 推出的OBS Cloud 3 并结合了爱驱动的云技术 使得多摄像头重播系统 能够实时进行3D渲染和空间重建 此外 阿里云还利用深度学习模型 修复和上色了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历史影像 并推出了数据驱动的可持续性解决方案 能源专家Energy Expert 帮助分析和管理比赛场馆的电力消耗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称赞阿里巴巴 在支持奥运会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提高了奥运会的效率和可持续性 金融时报报道 女性健康应用Flow Health通过 从私募股权公司General Latte筹集2亿美元 成为首个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 全数字女性健康初创公司 Flow Health计划利用这笔资金开发 针对更年期母性的症状分析功能 根据麦肯西的数据 全球约有4.51女性每年经历 微绝经期或更年期症状 Flow Health首席执行官Dimaitre Gursky表示 目标是为所有年龄段和人口的用户 提供最个性化的体验 近年来女性健康市场迅速增长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关注 Flow Health在2022年推出了匿名模式 以应对美国最高法院推翻 女性堕胎拳后的隐私担忧 尽管曾因数据隐私问题 受到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 但Flow Health活跃用户数量 在隐私担忧后已恢复增长 Flow Health的竞争对手包括 性健康应用Russie和月经 及生育追踪应用Coleum Clue 中国两大领先的电商平台运营商 阿里巴巴集团和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 正在通过新的政策调整 转变其对低价的关注 以寻求更可持续的在线购物生态系统 抖音电商总裁魏文文在内部会议上表示 平台将不再单纯追求绝对低价 而是通过更精细化的定价权利 让用户比好价格买到好商品 这一评论是在抖音上半年 未能达到其商品交易总值目标的背景下提出的 部分原因是激烈的价格战导致整体销售下降 抖音已调整其产品推荐规则 不再标注全网最低价 并计划为小型和中型商户提供更多支持 尤其是那些最近有资格享受较低或免用金费用的生鲜商户 阿里巴巴也在尝试减少低价在商品曝光中的比重 天猫宣布将从9月1日起免除其年度软件服务费 淘宝则修改政策赋予信誉良好的商户 更多处理退款请求的自主权 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中国电商竞争格局的变化 旨在改善整体竞争环境 同时证明听多多在保持低价优势方面的能力 沙尔大银行的高层认为 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 爆发中美贸易战的担忧被夸大了 尽管之家总部位于伦敦的银行 大部分收入来自亚洲 尤其是香港和新加坡 但其首席执行官比尔·温特斯 淡化了美中关系紧张对业务的影响 温特斯指出 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当选 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态度可能会持续 温特斯认为 国际伙伴对中国施加的压力越大 中国就越倾向于开放 从而在全球范围内 建立其作为重要贸易和投资参与者的地位 尽管紧张局势对全球情绪和商业信心有一定影响 但这并未影响渣打银行的业务 然而可能带来好处 加拿大银行在第二季度报告了16亿美元的税前利润 超过了分析师预测的15亿美元 这得益美元 这得益于其财富部门的增长 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率未达到预期 但温特斯对政策制定者在管理成熟经济体方面的谨慎态度 表示信任 并认为最近的房地产危机影响已基本消化 加拿大银行对中国保持强劲增长 充满信心 认为中国仍是全球增长的重要贡献者 顺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F 他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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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